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惨是圣诞节之后才考试 真的没有圣诞假 是啊 很惨是连家长一起坐牢似的坐牢似的 忍着不出去玩 免得引誘小朋友 其实他一天都没所谓 他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家讀書 那也是 之前我知道你好像去台湾住了一段时间 不如跟我们讲一下你当时在台湾的生活 我之前很久以前了 因为现在做了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所以年轻的时候在台湾住了十年 主要是住在台北 那做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在香港曾经做过演员 就是拍电影为主 后来就过了台湾十年 那做什么呢 就是做演员做的事 例如其实那十年 就什么都做过了 拍剧 出唱片 舞台剧 DJ 他们好是好在 台湾和香港是很不一样的 香港你要签电视台 是的 接着你签了一个 其他媒体就不能去 是的 那时我会去台湾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百多个电视台 是的 那就不用签了一个电视台 哇太好了 你签经理公司 你到处去 其实你有很多事可以做 是的 只是上节目都上到你很不空 就是台湾很多的综艺节目 哇很丰富 是的 而且他们去台湾的综艺节目 真的想得出就有了 嗯 是的 我最后在台湾的一个job 刚巧做舞台剧 做了三十多场 就是在台湾 只是巡迴地做的 在台湾 台湾的 和那时记者的生态都很不一样 那时香港已经有九州队 是的 台湾那时记者仍然很说 感情 即和艺术家之间的感情 你告诉他你有男朋友 他都未必会写的 嗯 即是他觉得会影响到你 他都未必 但是香港那些或不是 他还帮你作 是的 但是台湾那时 因为现在的年代 那时未有狗仔队 未有风格 是的 所以他们的人情未会更多 是的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 懂得听国语 说是一般的 但是就是因为 你身边所有的朋友 都是 说国语的 是的 所以很快便会 那当然也有闹过一些笑话 就是因为说国语 是的 那台湾的综艺节目 就有很多元化的 是的 我可以说一些 就是那时 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 为了搏出位的艺人 即是他们的表现 你心想 要不需要啊 哈哈哈 是否特意穿衣服 就不会给到你的嘛 嗯 那就是你有反应 那别人才会给到 一个大特写给你 才知道你有来过的 嗯 那他 穿衣服呢 其实台湾的艺人 穿衣服呢 很 很平民式的 嗯 你走出街 你不会知道 他是一个艺人 但是 一些表现呢 就是 譬如那时 我刚刚去的时候 很流行有一种游戏 就是有一个箱 每一个艺人 站在一个位置 他也会有箱 那个箱呢 其实就像抽掌箱 那样 但是密封了 你看不到里面有些什么 是的 那你就要每个艺人 就轮流 伸手去 摸一下里面那些是什么 嗯 其实你害怕呢 是会自然反应 第一 你知道 製作单位 不会放一些 普通的东西 一定要摸一些 摸下去 感觉很差的东西 第二就是 其实你不论摸到什么 你也是会害怕的 嗯 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 是的 嗯 那我当然 你会 其实他们就是想要你这些 就是害怕 不敢摸 哭 哭 真的很夸张 真的有人会哭 有个 我看到有个男的艺术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 或者我再早一点的年代 其实那些人都认识他 他基本上是香港人 然后过了台湾 然后他的反应 只有他一个男士 那一次 他的反应是大到 比现场所有的女士 就是大喊 是的 那种很明显是为了要 搏取这个镜头 而那个表现 但是男子来说 不是很好看的 是的 所以你真的会觉得 你是不是男人 哈哈哈 你用不用这样的尖叫声 那种害怕 你很想觉得 你 过分了一点 是的 那时候很流行这个 然后就会知道 因为那时候周慧敏在台湾也很红 他也有上 我们前后录影 可能他录上一集 一天录几集 那就会知道 周慧敏怕什么 怕鸡 他是无神性的感觉 是的 有些人会怕楼 扣楼的楼 那他穿衣服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他就不会买那些 那么有趣 是的 那些人会怕的事情 你会想不到 哦 其实那些製造单位 拿在里面 只不过是鲍鱼刹 或者是 当然有试过是什么 麵包虫 知不知道什么 麥皮虫 是的 小小条 哇 很肉酸 那些一条就没什么 一扎 那些 是最大的 如果是青蛙 那些也很噁心 有没有去到那类 那么夸张 我好像没有 是不是叫青蛙 那些 是类似的 那些 你也会的 有些人看到 你就会看到 你之后就会看到 是的 譬如 譬如 我试过 我也试过上节目哭 是的 就是你刚才说 有提过那个节目 我记得好像也看到 是的 有的 那次 因为有些节目 虽然你不太想参加 他的游戏 但是当别人 不知道多少周年 你就一定要去 这些是给面抛逗 是的 还要穿漂亮漂亮 那一集 玩什么呢 玩喝尿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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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在现场 当然他不是直播 那样 他也是录影 他就分批 然后就拍你的artist 拿着杯子 去toilet 要小解 然后 当然没有进去 他外面的camer man 拍着你们走出走入 然后就拿着自己的杯子 然后怎么样 但是他们当然有一些人 我记得以前日本很流行 是的 即是说养生 是的 其实香港也有说过一段 是的 我也记得 接着 大家在那里 如何玩 有三杯 有一杯是 譬如我和你 对决 三杯 有一杯是你的 有一杯是我的 有一杯是 類似近似烏弄茶的色 三杯 你不知道 接着就猜包转答 我输了 接着就选一杯 是的 我跟我的朋友 好朋友 那时 就猜我 我喝我又不想他 喝我又不想他 我真的忍不住哭 接着我就跟主持人一起 我说我不想玩 哈哈哈哈 接着我就在哭 但主持人都很疼我 其实一直这么多年 有些主持人是特别 是特别 暗地里帮我 去躲避了一些东西 是的 接着他就 我不想喝 真的不想喝 哈哈哈哈 接着 因为他们觉得 要猜猜贏了才可以喝 是 是 為什麼呢 因为他们觉得 這是福布 哦 你要贏了才可以喝 OK 那我猜猜贏了 我真的不喝 我真的不想喝 接着主持人说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会让你喝 接着 他说 好了现在要选了 你看他选哪一杯 他说 其实我也怕他选我 是不是 是的 接着他就说 你选左边 接着我 不是的 我相信 但你问他 又没有理由 不相信他 接着我就选了 一杯烏龍茶 嗯 真的很疼你 一额汗 我还以为 最后会换了 全部都是假的 只不过有效果 令你们很害怕 不是很狠 不可以的 当你全部知道 你都知道是烏龍茶的时候 你这些artists 不会有那么大反应 例如 我真的不能接触眼泪 如果我知道 那些全都是烏龍茶 对不对 又或者是欺骗你们 不过 都可以的 变成最后喝的那一刻 其实不是真的喝 因为 很难想像 是啊 真的很难想像 但是 其实关键了 有什么事 你喝而已 不是他喝 那他没什么所谓 那你喝你自己的 也是 嘩 都玩得很厉害 比起香港的尺度 哦 差很厉害 因为有些节目 是有分时段的 当然有一些可能 可能晚一点的 就会玩 而且他们说话 是说得很瘋 譬如我在台湾 是第一个女演员 是跳笨珠泉 那她是怎么跳 其实当时年轻 不懂死 你现在叫我跳过 我真的不理你 她是用那些 那些叫什么 那些叫什么呢 我设atellya 也设计过 тай.? 乩 知名轻 但是后期 许是九至十层 我猜所以 年輕便没什么所谓 我是第一个跳下的 然後跳下來我還要說Yay 他們就說Daisy 你可不可以害怕少少 有五個女生參加 五個藝術者 然後我說 其他那些 五個都喊到雞飛狗走 為何要五個一起喊 我是不是當女生是白癡 一定要很害怕 很開心玩不行 其實有不同的效果才好看 有不同的性格 每個都很害怕 你看到第三個都會覺得 你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我第一個跳下來 我是問我可不可以再玩一次 然後他們就問我可不可以再錄一次 你害怕 我不可以 還有我試過有一個節目 就是你去吃一碟菜 他們炒出來的 炒得很好吃 很漂亮 色香味俱全 但它的材料其實是 然後你就要猜 你剛才吃了什麼 譬如那裡有肉 吃了是什麼 鬼滋嗎 我有時候吃牛肉雞肉和豬肉 我都分不清 一定是夜尾 那次不是 我對食物沒有你這麼有認識 我經常吃了一些加工食物 那次吃完之後 就猜了 猜是什麼 我真的猜不到 你可以去後面 當然有攝影師 布簾打開 你就會看到你剛才吃的東西 是什麼 布簾打開 你猜我看到什麼 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 我看到一隻牛 蛤 看到一隻牛 其實它只不過是給牛肉吃的 首先你看到一隻牛 你會有什麼反應 我覺得很誇張 一整隻牛在攝影的地方 有隻牛 但你不是沒有看到那隻牛 你看到那隻牛 你不會害怕 不會 他們就會覺得 Daisy為什麼你不害怕 我不是 看到那隻牛 怎麼害怕 我又不是看到那隻蛇 看到那隻蛇 可能有些反應 你看到那隻牛 你怎麼害怕 看到那隻雞 我現在玩這個節目 太開心了 是牛肉 然後原來 就是牛鞭 我又真的沒有什麼感覺 牛鞭就是牛鞭 有些就會 有作嘔的感覺 是不是真的這麼誇張 如果你告訴我 那個是不應該吃的動物 例如狗 我都有錄過這些節目 是在國內 那時候去國內 全部都是 那一櫃桌 全部都是這樣煮出來 我只是走開 不行不行 然後你覺得 後面那一桌 全部都是肉 然後我在下面 看到有三隻糖狗走過 哎呀 不行不行 那些我也不行 我只是碰也不會碰 但因為你做節目 就沒辦法 對 那些沒有那麼害怕 沒有那麼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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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很激烈 上春 或者是一些 都試過的 譬如 一些欺凌事件 或者說一下 你平時拍戲 都會有放飯的時間 那拍戲放飯 會不會跟香港的情況一樣 是有霞衣飯盒吃的呢 都有的 都是吃飯盒的 不過台灣的飯盒 是比香港的飯盒更豐富 對呀 說一下 台灣飯盒和香港飯盒 有多不同 譬如你香港飯盒 叉燒飯就是叉燒和飯 對呀 想找一條菜看 對呀 很少有 也有些會有 所以台灣人會覺得 為何香港的飯盒這麼奇怪 叫叉燒飯就是叉燒和飯 但台灣的飯盒 你叫排骨飯 可能會有半隻滷水蛋 然後還有多的菜 有多兩三樣的配菜 所以不只是排骨和飯 是的 都是這樣的 都是一樣 大家都是覺得 你有吃 你在現場有放飯 其實你是在賺錢的 對呀 你不會覺得很慘 譬如有些劇集拍得久一點 意思是 可能拍一年 其實大家都很熟 大家就會拿了辣椒醬 那些葉的瓜 青瓜 是的 大家就會自己拿出來 一拿出來 可能有美極 譬如你這樣說 美極 有罐頭 自己加菜 是的 我在香港回到台灣 我每一次好像聖誕老人一樣 袋子很大 我又不能扔 那些罐頭 我整個袋裡 不是不同的 那幾樣 罐頭和餅乾 有些在台灣不能賣 有些牌子 反而反過來 現在我也很喜歡去台灣 那你就反過來 在台灣搬回來 是的 我在台灣搬很多醬料回來 旅行你就會 但當你住在那裡這麼多年 你一定很想吃香港的味道 例如我在台灣有些小車 不是快餐 有些小車賣北京田牛 當然它不是一隻 它可能是一兩份賣給你 那你問好不好吃呢 其實說真的 當然是不夠在香港 某些地方吃的北京田牛 那種味道 但你只不過有一種私香的味道 你這樣說起 我又想起台灣好像開始有些 港式的燒味 你說台灣 對 但永遠做不到 我應該做不到 就算 不要說到港式燒味這麼難 講港式飲茶 他們的點心 始終調味料不一樣 連醬油都已經不一樣 始終有不同 例如蘿蔔糕已經差很遠 他們的港式飲茶 很多都是24小時 是的 24小時 夜晚都多人活動 有些是夜晚區 例如中校東路 中校東路 其實夜晚都很熱鬧 很旺 我覺得港式飲茶 現在我就真的不知道 就算我當時在台灣 都不是太多間 但有的通常都是24小時 我記得之前我看過一個訪問 其實是去試那個港式燒味 是 如果說到在外地 其實都可以的 但你真的跟香港比 是沒有得比的 沒有得比的 完全是 所以我不吃的 例如他們會吃飯盒 我一定不會吃燒味 一定會覺得不好吃 我們有空去幾天旅遊的心態 就覺得他們的火車便當 很新鮮 很好吃 還有那個盒子 好像很精緻 無可否認 在這方面 台灣比香港更精緻 還有 如果說服務行業 我不要算其他零售業 我只是說飲食業 他們的服務 都比香港好很多 我不用看你的臉色 我不是我來花錢就是大爺 不過你也不要把碗給我 然後叫你自己去拿 你也不要這樣 還有他們的設計很貼心 有時候 譬如我上次去吃火鍋 他們的桌子下 有電給你充電 香港幾難找到的店舖 有這樣的服務 因為台灣始終以前 都是跟日本的 所以他們的服務業 有很多都盡是有這樣的 例如我自己 我去台灣 我只吃一間麻辣火鍋 我只是吃泰和店 為什麼 沒有解釋 因為味道問題 因為每間麻辣火鍋店 它的味道都不一樣 你不會找到一間一模一樣 我當時去台灣 就開始吃這間 我每一次回台灣 我都會吃這間 我最瘋的就是 在下午吃一次 晚上吃一次 因為第二天就離開 而且試過打包回來香港 你這樣說有很多種配料 要這樣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新式 應該好過去的 但譬如我每次回台灣 我的朋友都會 我帶你去哪裡 吃麻辣火鍋 不想 不去 我是要去泰和店 這個已經是你台灣的 comfort food 要這樣說 是 因為試過去第二間 但試過去第二間 我就覺得 還是這樣 但你就會想去泰和店 以前郭富城很喜歡去泰和店 一定是去泰和店的 還有可以打包回香港 整個窩底 對 我上次都說過 去台灣的火鍋 平時他們都會拿回鍋底 日後來煮麵 但香港很少這樣做 所以當時我去吃的時候 他說 你要不要打包火鍋 我勾起頭 為什麼要打包鍋底 旁邊還說 你先幫我加酸菜 然後再幫我包起來 很好笑 還有台灣是 正餐不能吃太多 因為太多小食 你走過夜市 從頭吃到尾 我們聊到吃東西 真的聊不停 我最喜歡吃滷肉飯 繼續跟Daisy聊天 剛才說 Daisy在台灣做了很多工作 有沒有試過在台灣周圍去 還是多數在台北工作 其實都會周圍去 因為工作關係 有很多節目是上山下水 都有很多 但其實去那邊 我不知道那裡是哪裏 因為太忙了 你跟著一起去 就一起去 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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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走 你不會有心機知道 例如我去到高雄 高雄夜市在哪裏 有什麼好吃 不會有些時間可以放給他們 你沒有這樣的心情 例如我去過一個地方叫野樓 你問我現在野樓是哪裏 其實我不知道 好像女王頭那裏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裏有一個 類似海洋中心的東西 有養到海豚 那個節目是說 我要訓練那隻海豚 即是拍一個音樂愛情故事 那時他們有一個電台很流行 有一個叫音樂愛情故事 譬如你是歌手 你歌手 他會幫你拍一個音樂愛情故事 用你幾首歌 那一輯就是我幫一個男歌手 做女主角 我便去訓練海豚 大概第一次摸到海豚 訓練 有些手勢 你要學 吹吹嗶嗶 讓牠跳上來 但是超動 超大風 出去脫頭 但是你又要很美女 對 不停 拍戲也很慘 很多時候 冬天不知為何要下水 夏天可能要穿很多衣服 我覺得這個是 工作需要承受的事情 也沒有什麼很抱怨 你一樣都是做很多危險動作 我覺得這個是你作為一個演員 其實你有那麼多的掌聲 都是因為你可以承受這些事情 但是我當時在台灣去過工作的地方 其實我現在不能說出來 去過那邊真的不知道 因為當時純粹為工作 可能載你去那個地方 做完工作之後又趕去下一個工作的地方 是的 譬如我反而記得 如果我出國 在台灣因為做節目 一年去了五次布吉 哇 是的 一年去了五次布吉 那時候布吉有一間 由醫院改造而成的 兩三層樓的鬼屋 那時候是手衝 帶給你去玩的 是的 真人扮 那時候香港還沒有黑位 你想想想多少年前 是真人扮的鬼 就會過來碰你 追著你 你想想想 大家都知道那間是醫院 本來 那你再進去 其實你的心已經寒了一半 已經害怕了 我是由頭喊到尾 然後到後來 我要拿著一個主持人 然後我說我要離開 去了五次布吉 然後去了一次桂林 去了最難忘 應該是去了一次北海道 冬天的時候去 拍雪景 是的 我記得拍雪 有雪仔 冰雕 然後下雪 在酒店的哪裏 有一個露天的溫泉 你要穿泳衣 然後你就要在很冷的情況下 下去溫泉 然後我們又要拍照 上岸 幫人拍完一張 然後就扔下照片 就扔相機 就衝回去溫泉 因為是下雪 太冷了 我想 去北海道 對我來說是最難忘的地方 最難忘的地方 因為你 很貴的 你叫我自己付錢 還有這個經歷有不同 在雪地浸泡溫泉 對 因為始終我們去 全部都是一班藝術 去到其實 單位全部安排好了 待遇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又要拍攝 吃的東西就會很漂亮 可能你自己付錢 可能你自己付錢 其實就會很貴 其實你不是在台灣玩過很多地方 之後有沒有跟小朋友回去玩呢 我回去三次 其實我覺得台灣也是一個 好好帶小朋友去的地方 很多親子活動 除了台北市外 很多地方有很多大的工場 給小朋友學做蠟筆 他的設施全部都做好了 很多DIY 我記得我帶兒子去紙療 做紙的地方 讓他們大約知道 怎樣做紙的 他們又幫忙 又落手落腳 去了解這個過程 看完就忘記了這回事 至少去做一些 有些體驗 例如一些納筆 整圖詞 我覺得圖詞比較平衡 還有他用一些廢鐵 是一些車的零件 我記得我記得 做類似Transformer的東西 那時候剛剛流行 我兒子又瘋了 我覺得台灣是一個親子的地方 很好的親子的地方 是因為你語言通 你看得明白 說得通 還有飲食方面不會差太遠 你不會帶他去印度 先不要講治安 但吃東西的風 小朋友吃東西都可以很放心 不要那麼容易水土不服 很放心讓他們去吃 比較貼近我們的口味 即是你要煮粥 你也有米 是的 還有我帶小朋友去過一次台北 一次台中 一次高雄 第一次去台北 再小一點的時候 其實我帶回去也是見朋友 我不是可以 台北都是吃東西多 應該沒有什麼活動 但小朋友對於他來說 沒有什麼活動 而且那時候他還小 你隨便在街上放下去 他也可以 在廣場上 我主要是見朋友 那時候 你帶他去哪裡 他沒有什麼感覺 叫做帶過他去九份 九份 其實我在台灣十年沒有去過 你覺得好像很浪漫的地方 很神奇 而且我在台灣十年 我沒有放過天燈 我以為去台灣第一件事 就是要去九份 沒有呀 淡水了 幾次 哈哈 九份我真的沒有 還有什麼貓 貓好控 貓好控 是沒有去過的 哈哈 佐藍姐 是沒有去過的 反而帶小朋友 有去青景農場 看羊 對 看羊 摸羊 而且它真的是大草地 整份東西很乾淨 很漂亮 附近有這樣 台中 台南 花蓮 高雄 其實真的有很多地方 可以跟小朋友去的 雖然都是台灣 但是我覺得 都有不同的東西 可以印象到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她兩個都是女兒 她就帶女兒去做很多 都是DIY的事情 做蠟燭 砌沙 現在雖然香港開始也有些 但是那邊是比較多方式去做 而且她的環境是大一點 闊落一點 小朋友做得很開心 在很自然的環境下做 去農莊 還有一個活動 我也很想去 就是落田 炸三星蔥 然後上來 她也會教你做蔥油餅 你可以親手自己做蔥油餅 我聽完 我自己也很想去 蔥油餅 台灣的蔥油餅真的太好吃 還有胡椒餅 你有沒有吃過 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香港是吃不到 有嗎 她說台灣來 有時候有些台灣節 台灣運來 是不可能有那個味道 做蔥油餅真的 一定要吃長吃才好吃 太好吃了 蔥油餅真的 還有帶小朋友去墾丁 我們當時是五個家庭去 五四中二十 二十多 三十人去的 我們租了一間大的Vila 有十個小朋友嗎 有啊 不止 每人兩個 至少十幾個 然後 一間大的Vila 有一個小泳池 然後 每人一間房 即是一個家庭一間房 很便宜 然後我又租車 然後那個導遊 就帶了我們去一個 我也是第一次去墾丁 我想 就去掃街 有些爸爸不掃街 就把他們放在那裡看兒子 在那間Vila 他們不用理 那些兒子在那裡走 然後媽媽就出去掃街 然後掃那些什麼 厲害吃的什麼 燒蠔 燒蠔啊 其實它不是燒 它放在一個炭爐上面 烤涼烤 它又不是全熟 我想我們吃了幾十隻 人家的台灣人在那裡吃幾隻 我們吃了整桌都是那些 我去過墾丁一次 很好吃 我又沒有吃過這個 我只是吃山豬肉 其實燒蠔應該 我想不只是墾丁的夜市才有 應該也有 某些也有 但是墾丁是偏海 對 近海才有 那就勁食 然後那個導遊 就帶了我們去一個 應該不是很多人去到的地方 那個叫水上草原 沒聽過 我們去到那裡 其實一片望過去 全部都是草 然後再前面就是山 全部都是草 然後我們就問 這裡要做什麼呢 然後有個婆婆出來跟我們解釋 但其實她說一些 原居文話 那些叫什麼 文藍話 不是文藍話 張惠妹是什麼 山 原居文的 原來那個草原裡面是水 所以那些草是生長在水裡面 即它不是生長在地下 所以下面有一層薄薄的泥 你可以踩起那些水原 水其實也很淺 水很深的 其實他們說去到腰 腰以上都有 所以小朋友一定要牽著 但其實它是在水裡面生長 但是我們踩下去 都會踩到水 都會濕的 然後它過去那條橋 有一條小橋 你們要喝水就在這邊喝光了 去到那邊 過了那條橋之後 就什麼都不要再喝喝吃吃 如果要喝水 就要倒了一瓶 在水裡面 意思是先給大地喝 即他們原居民很相信 大地的那樣的陰殿 過了那條橋 木橋很短的 就是下五步就到了 然後那個原居民就教我們 每人要說一句話 意思就是說 多謝大地給了我們這個 他講完居民話 那個時候我兒子 記住這句話 記了兩年都還記得 我說完就不記得了 接著我們就 跟著那個導遊 他就帶我們走 即他都幫我們試探了 前面的路 即會不會是 那裡容易跌下去呢 接著我們就跟著 即完全的 你都怕跌下去 因為你不想濕透 其實不是怕什麼 是怕濕 但其實都是夏天來的 他說我們就跟著走 一路就在那裡 嘩 嘩 嘩 真的很漂亮 然後他說 如果他帶了一群 是年輕一點的 好玩得的 他就不會跟他們說那麼多 是任由他們自己在那裡玩 他們在那裡跑跑跑 就掉下去了 跑跑跑 就不見了兩個 但那個地方 一定不是一個旅遊區 所以我們普通人 就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但那個地方我真的很難看 很難看 風景很漂亮 很漂亮 然後我們當然也有去駕駛的類似 類似叫做沙灘車 四驅車 四個輪子 那時候兒子還小 我們跟他一起駕駛 那個地方也是很漂亮 當然它有很多的 在肯定 有很多這些沙灘車 我們去那個地方也是很漂亮 然後原來就 嘩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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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說到這句話 嘩好漂亮 有沒有肯定有沒有游泳 你那時候的天氣是怎樣 我們沒有去沙灘 因為其實我們覺得 沙灘來香港也有 我們當然去玩一些 香港玩不到的東西 玩不到的東西 而且我們那時候的沙灘也有很多人 所以我們就選擇去做別的東西 很特別 那些越野車 去上山摺水 撞到你頭都暈的那些 那些 很特別 這個 我覺得肯定很適合他 你適合人多幾個Family去 賊娃娃 是挺開心的 嗯 是 還有 剛才說的清境也是 看些羊 大自然 那是不同的東西 有沒有喝些羊奶 我不喝奶 因為我們挺喜歡喝奶 去到新鮮的羊奶 又試了 真的很騷 是否很騷 但還好就是 我們都很喜歡吃羊肉 所以都可以 那有沒有可以拿羊奶 我沒有玩到 但是好像是有的 有沒有呢 我不知道是沒有 我想 我就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想過想去做這件事 因為那些羊很慘 是啊 正常看牠說 看羊毛那些 其實我們都不想 我也沒有正式怎麼看 我也沒有看這一部 是啊 其實是看牠在生活 很開心就可以 不需要你這樣表演給我看 特地找羊去剪毛那些 因為你又未必是好好地去剪 好像按住牠 不是那麼忍心 我們那時候 也有吃那些 不知道什麼 雪糕 可能是羊奶雪糕 我沒有吃的 因為我本來不喝奶 我那次住了一間 它也是民宿那類 在上面 因為不可以建造大的酒店 那裡全部都是四個 是的 我那次住那裡 有一個花園 種了很多香草 那個園主很好 早上就給我們一個圈 帶我們走一個圈 逐樣的香草 解釋給我們聽 還有一些瓜瓜菜菜的 在那裡種 然後給我們 每人拿一個合掌瓜 可以拿走 很好人 其實台灣的民宿 很多都做得很好 我覺得這也是他們台灣人的一個特色 因為他們對人很熱情 跟香港人又不一樣 台灣人是很講感情的 是的 你不要來 還有他的語言 他的語言 國語和廣東話 廣東話始終 講起來就會有點挖 是的 他們就很溫柔 是的 所以我的台灣朋友 當時聽我 和我媽媽講長話電話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 你和你媽媽吵架嗎 哈哈 但其實不是的 但是台灣 我朋友都會覺得 台灣女生是否很溫柔 是的 我剛常常想問你 因為台灣女生經常說話 很嗨聲 其實是因為語言 你講國語的時候 會不會都是這樣 我今天聲音有點沙沙 我怕我講完之後會吐 哈哈 譬如你這樣說 我很想念你 你這樣說 我很想念你 你很自然說國語 你會吊高那把聲音 我好想念你 我自己也不敢動 你的聲音很自然就會 今天你去幹嘛 你會吊高那把聲音 但你講廣東話 你不會的 所以我台灣朋友 聽到我講廣東話的時候 我的聲音沉了 他們就以為我鬧架 就是這樣 但是台灣的語言就是 你今天吃飽了沒有 你今天吃飽了沒有 你會這樣 你的聲音會吊高那把聲音 其實不是一樣 娶了回家之後 你真的吃飽了嗎 哈哈 都是這樣 什麼特別溫柔的 例如我之前看過的一套 《殺嬌的女人》 就是說國內的女生 和台灣的女生 就是說那個台灣的女生 我覺得男主角是黃曉明 然後台灣女生 就說什麼 《光光我好想你》 一天到晚就是 一天到晚就是這個聲音 你不去幹嘛 你去哪裡 你不想撞她 哈哈 我經常覺得一個男人 要對著一個女人 全天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說我好想你 你去哪裡 你今天吃什麼 我就不太頂得住 但其實現實生活中 都不是的 你有些台灣的朋友 其實我覺得 其實女人就是女人 當然有不同的性格 但是你說 是不是台灣的女生特別溫柔 我覺得 這個絕對是因為語言的問題 你一樣有台灣 我一樣都認識一些台灣女生 很凶惡的 很凶狠的 是不是 我一樣認識一些香港的女生 很溫柔的 我覺得是語言的問題 所以他們全部都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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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暈倒了 還有 你覺得他們好像很真誠地去問你 我的感覺 不知道是否因為語言 我們不太熟悉他們的語言 就會覺得 香港人很容易看得出來 其實是敷衍問你 你行不行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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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關心你 那些問你 但是在台灣 人家 當我當遊客 我可能問他路 然後他說 你行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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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冷漠一點 除非有些死人那麼生氣 去到這些時間 你才會覺得 嘩 香港人要團結 但其實不是這些時間 就像國家自數門傳說 其實說真的就是這樣 再加上 現在用網絡 大家都說是人負責 其實很沒意思 但是又有一大班是這些人 那我 我不得政治 我也不理 台灣那些 但是台灣那些 那些選舉 那些藝術可以去暫 其實我不知道你是誰,我都不認識你 但他們做什麼活動都會有錢的 會有個居馬費 對,都會有的 你不會理會這些 你重不重都不關我事 我是站在那裡 都會有這些 即是說台灣人和香港人都差不多 他們普遍是比較熱情一點 沒有太否認 初次見面的時候 香港人真的不會那麼 會酷一點 會慢熱一點 台灣人不是的 台灣人一來就會很熱情 其實你去民宿 你會感覺到 當然他們既然在民宿 其實都要很有熱誠才能做到 因為他們要經過很多事情 即是就算整間民宿的設計 及服務是怎樣 其實他們都要很有心才能做到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他們 其實台灣藍藍拿牌去做這些事情 我不知道 不過第一越來越多 他們發展得那麼多 第二,他們的地很便宜 又是做民宿的 都是一些比較偏遠的地方 即是我們可能在新界講 去到很地區的地方 不是城市 所以應該要經營不難 例如有些香港人 比較中年打喉 他們過去都是做民宿 因為你的生活水平低了很多 生活指數 生活指數低很多 生活上比較容易 說到這裏 我們又停不了嘴了 但時間差不多了 今集的時間到現在為止 Daisy 我們還有很多話題未談 不如你下星期又上來 再做我的嘉賓 我們再談過 有喔 OK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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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thermsky 給我 你們 các